你不要說髒話 好 他們真是很難口 不戴口罩 本具TV第十九季第四季 再說吧 好 非常興奮 剛剛一群朋友都分享了他們的作品 下來了 下來了要找到這次主打 還要是BOSS級的 分享一下他的作品之餘 其實我想多問這次主題 以及具象整個構思是怎樣做 不過先把具象先來吧 中間的Wilson 多謝玩具TV訪問 應該可以的 是 或者也要循例 也要說一下這次 你帶了若干件的作品上來 這是BOSSET 是BOSSET 很特別的 這次我覺得 在廊膠裡 其實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結構上 待會你會玩到 為什麼這隻Jungle 它會叫做國王的新衣 國王終於有新衣 就是這個故事 待會他就會換新衣 化妝 戴假髮 全部都會變成 還有一個很少見 朗膠公仔 就著包裝設計 這麼大型 對 整套 你收到之後 你就可以拆散 變成一個馬戲舞台 馬戲團的舞台 事不言辭 馬上變身 我先交給你 這件是否可以拿出來 是可以拿出來 其實這些配件 有不同的配件 這件就是國王新衣的一件衣 真的要辛苦Ricky 慢慢放回配件 記住 我們正在玩的是朗膠 但你見到的竟然是這麼豐富 其實我已經覺得不是朗膠玩具 因為它用了很多 我摸上手已經感覺到 是完全有很多不同的素材 氣球很有趣 其實氣球也有分兩個類型 對 一個外殼 那個就用啤膠 裏面也用朗膠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怎樣去做 原先我打算是氣球裏面的朗膠 跟在裏面造色 但是 他們製作公司說 這樣不夠完美 所以裏面造了內膠 既然是製作公司跟你說 喂 我要再強一點 沒錯 這個是很傻的 你沒有用什麼3D打印的 其實有3D打印的 因為我畫圖 我畫了六面圖 是 厲害 有些位置 例如臉上 畫不到那麼細節 就是用泥 挑挑了臉 讓他們去追蹤的感覺 這個 我自己會覺得這個朗膠 其實不是一個朗膠 像你剛才說 他國王的新衣 除了這件新衣 他就有了一個 Jungle King的樣子 然後其實 你這樣放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雕塑 一個雕塑的一件作品 其實他是有用到朗膠元素 的一件玩具 對 我自己會在下面打燈 做一個燈盤 晚上就很漂亮 好了 我們需要換衣服 國王的新衣 先拔開頭 然後這裡面就可以換 德光麻煩你跟我 其實你現在這個 也算是樣板 或是已經是大貨 現在是貨 這裏就下了超瓷 就是強力的瓷石 強力瓷石 國王的新衣 這件呢 其實這件衣服 你可以前後 也可以 那我就預算是前面 前面這樣做 很簡單 套進去 但其實他也有穿底衣 有穿底衣 黃色那件就是底衣 但他不穿也可以 不穿才是國王的新衣 所以就做了透明 做了透明 很厲害 這件衣服很漂亮 這樣 那這個呢 哇 這個換味性很高 而且顏色真是 還有這個 這個很有趣 這個其實很有趣 這個假髮 其實浪膠可以做到 我覺得 我最初打算 浪膠你怎麼做 我畫到 這個 浪膠很簡單 就是做到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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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本身的 手杖 都有兩個 這個拳杖 一個 賣器班的 手杖 一定有拳杖 好奇一問 其實你當初 生產那邊 有沒有說 不會用那麼多顏色 很貴 等等 其實他們會覺得 是真的很貴 製作上 因為其實這個工仔 都是賣千多元 千多 人民幣很划算 人民幣很划算 人民幣是1200多 1299 對1299 港幣1500多 其實這次玩具展 就是我訂了 訂完之後便沒有 即不會再有 真的一次過訂了 訂多少便做多少 訂多少便做多少 還有最特別 這隻有限量的黑白板 我沒有帶過來 會常來會見到 好 都是有透明件的 都是一模一樣 黑白 對 全黑白 這就是化妝的Jungle King 還有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 剛才我們說的包裝盒 其實可以變成一個 舞台結構 加上這一鍵 然後可以放在上去做Display 沒錯 整件事是非常完美的 現在正在改良盒子 其實這裏有些調子 還有一些Graphic 好像這個 整件事更加馬戲團的感覺 去到收訂 會不會是何時出貨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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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已經是貨版 9月已經出貨 9月已經出貨 這真的變成船頭版 對 船頭版 對 其實有些東西調整後 更加漂亮 例如衣服 我會更加光柔一點 更加亮一點 有些顏色就會更加調整 但其實你是在竹果裏 已經收訂了 就是做了一個眾籌 做了一個眾籌 做了一個眾籌之後 OK 眾籌是滿意的 然後就回來 其實我們 因為始終它有這麼多間店 都會放少少貨在店裏 其實這隻是什麼 其實這隻是我們合作的一個 開始 Jungle King 其實在會場裏面 你會看到它有一套盲盒 一套十隻的盲盒 整個系列真是轟出來 真的 要是你除了盲盒 還有這麼精彩的 朗膠作品 整個包裝都很豐富 還有你這個經營模式很聰明 首先用了眾籌 來打底線 就是看一個反應 然後反應是好的 我們覺得 這是能夠收到宣傳的效用 還有在經濟上 可以給你更大的自由度 就是你可以 因為你的成本 應該相高很多 其實很高 以這樣的成本 這樣的數量去做 其實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看過這件事 覺得千多元是 抵得難 超值 這麼未勝負的浪膠 真是抵得 很少見 還有你見到鞋子 其實每一個細節位 都想得很周到 還有很多機械 頭髮有漸變色 有漸變色 有沒有說 哪個部位是難度高的 其實最難部位 就是要控制這個的軟硬度 還有可以有氣泡 其實我剛好 我之前做過一個 很硬的 做過一個 這隻 今年每一場都有得買的 因為我做過這個頭龜 其實我拿到這個經驗 原來這裏一定要做一條邊 我都有一條邊 但未夠 現在多了厚度 但去到這個時候 我拿到的經驗 在裙底上 有一條粗的軟邊 令整個浪膠 不太容易變翼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它一壓的時候 很容易變翼 基本上我比平時的浪膠 比較浪厚 所以感覺很硬 對 好 看完這個 既然已經說到Galaxy 也不差再介紹它 Galaxy Galaxy其實是 其中一個我用Galaxy Adam做的系列 之前是穿太空服 現在我將它化妝成小手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 由鐵人兄弟的時候 你也知道有個小丑系列 我是很醉心小丑的身份 變成我的作品裏面 我很想必須有一個 我自己的小丑的馬戲團 所以這次你們 如果能夠入場去看 整件事 無論這隻小丑開始也好 一直引伸到這隻小丑 之後 整套蠻盒的小丑 是會帶給一些人驚喜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蠻盒更加瘋狂的 就是 隨意我開帽 隨意我開帽的時候 你來現場看 我自己收到這件事 我都會很感動 一隻這麼小的蠻盒公仔 它有分10個馬戲班的項目 其中一個項目 是說它玩木偶 它是有些線 玩著一個木偶 是線 不是 都是膠 但是你會細節度 玩到一個公仔 再玩一個小公仔 是木偶的 然後有很多就是炮彈飛人 甚至乎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空中飛人 我特意做了空中飛人 可以穿上手指 你可以這樣 其實本身 網上的資訊也不多 大家聽下去已經感覺到 因為你似乎未公開 我放了一些照片 是很豐富的 整個馬戲班 我想每一個表演 都會融合在盲盒裡 特別版呢 特別版其實就是 你的盲盒 當然 有一隻特別版 就是這隻的 縮水版 這隻的縮水版 黑白版 因為它縮水出來 所有東西是大部分的 跟著它 連這件衣服都是透明的 但是彩色版也有的 縮水的彩色版也沒有 那就是正常的 都是可以插開這件衣服 很棒 很期待 有權材 還有這個波波 還有王冠 整件事是跟著這個做法 另外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公仔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現在研究會否跟著那套 一個超特別的限量版的盲盒 那個就是設計得很特別 前面看 一個機械人捧著一個公仔 坐在前面 整個大機械人 但在後面 原來就是Jungle 整個人的頭 拿著一個機械人的箱 這個到時會不會都有顯示 我特意做了一隻這麼大的 哇 其實不差再說 其實產品化也沒有輸 你做這個尺寸 它會的 會產品化 可以了 我沒有問題 所以來到會場 除了馬戲團之外 還有一個新驚喜 就是萬聖節的一套盲盒 嘩 那套又是 只是聽到已經興奮 我自己都說得起雞皮 這些真是 喂 你有沒有 close up 真的沒有 說得起雞皮 真是真的 說得起雞皮 真是說 說得起雞皮 你的主打 我叫做得起雞皮 那怎樣也要玩我的手藝 十二寸的尺寸 十二寸的尺寸 真是 好 做個 close up 先介紹一下 其實今次 我少少說一下大會 其實今次大會 我是潮巨匠的一個 叫做插華人 亦都整個名字 到 character 我都想包裝到 從頭到尾都是自己親手去做 那整件事 為什麼潮巨匠 巨匠這件事其實 每一個設計師入行的時候 都是一個小小的匠人 慢慢慢慢多很多經驗的時候 就變成像你那樣的巨匠 慢慢 我們大師那些 竹谷龍珠就是我的巨匠 其實巨匠這件事 其實我很歡迎不同的設計師加入 無論他有經驗也好 或者他是初出馬路也好 我們是給他們很多機會去參與 譬如我每年的巨匠比賽 他們也參與了 也慢慢引申入了行 到今次潮巨匠 我怎樣去拿一些特別 就是希望我真的去拿一個仇權 跟大會講 不如我們去拿一個仇權 做一個讓一些設計師去平時 很難得到一些仇權合作的一些事情 拔牌也是很多設計師的一個經典人物 真的 我們特地拿了拔牌的授權 然後其實他們每一個設計師 他們都花很多時間 因為很早期要做好一些圖案 去 approve sketch 然後做完 sketch 再做3D或者跳舞 都要給授權公司 approve 其實大力水手的授權公司是哪一間 在MediaLink MediaLink MediaLink MediaLink也是很有經驗的一間授權公司 變成他們聽到整個項目 他們都頗特別 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 我想摸一下 你說要給授權公司審批 通常會有什麼問題 試過有什麼問題 試過有問題不批 例如太Sexy 不批不是代表不可以做 例如有些寶寶的 寶寶的 他就不想拿煙斗 因為小孩也不想拿煙斗 變成很多東西 拿到授權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我們都學到 我們學到 譬如有什麼做到 什麼做不到 他們都很開放 讓我們去做這件事 其實這次我們 除了我們本地設計師之外 我找了一位法國設計師 叫做 突然間緊張了 忘記了他 不用緊張 法國設計師 你找回法國人吧 知道他什麼名字 他好像是 Imagency toy 這個男生 我一直在Instagram 留意了他很久 這次我也很想邀請他 他很開心 特地做了兩款拍拍出來 令我很有驚喜 很有他的風格 另外有些是 譬如 馬來西亞 Michael他們的拍拍 大部份人 都是把原創的感覺 自己放在拍拍的身上 這件事其實是大家最學會的 沒錯 你看到他做的拍拍 有兩款 每一款都有黑白和彩色 我找一張給大家看 強勁的個人風格 高一點 漂亮 很漂亮 反光 這樣 對 所以他很快地已經完成設計 讓授權 approve 我們除了法國 也邀請上海的墨子 你也見過他的作品 今次他做了一個大型巨型 很巨型 四十多公分 對 真的很漂亮 那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今次大家入場去看 潮距像 會得到很多一些 新設計師的新驚喜 未必一定是 很大熱的設計師 但他們一定會帶給大家 一些新驚喜 除了潮距像之外 因為疫情 我們就沒有辦法邀請 其實我邀請很多外國設計師過來 但疫情來不了 我特意在展覽本裏 亦都搞了一個 叫做 叫做 世界級 潮環營地 這個潮環營地 其實就是有二十多個海外設計師 我們見到馬來西亞 對 日本 日本 香港 台灣 泰國 香港 國內 整件事 會在營地裏 有他手 手做的一些作品 就是限量發售 最重要是限量發售 限量發售 限量發售 因為現在潮流春勢 都會喜歡限量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又是新意 另外就是 Media Link 也找我們去幫他 拿了一個授權 叫做荔枝 一個韓國設計師 對 韓國設計師荔枝 我們也邀請了不同地方的設計師 去大玩荔枝的公仔 對 出來了也是很特別的 大家其實真的有興趣看荔枝 不同的Crossover 你可以預約 或者上一上這個 我們今次動漫節的Facebook 本身真是瘋狂地看到不同類型的荔枝 有興趣的 到這個會場 應該都是每一個都one off 一兩件 其實好像是兩件 每個設計師 是視乎他的能力 即是他的時間 譬如北琦今次也有參加 他兩公伙都做了一套 一套拔牌的公仔 聽聞已經很多人 吐住了 但他很有心 就是有部分 他的收益不堅持善 一定的捧場 我覺得每一個設計師 他們都是很有心去參與 今次的一個展覽 希望藉著疫情 動漫節也沒有開了 隔了一年 希望大家入場 都想匯有些驚喜 最難得就是 今次也有香港品牌 玩具協會 麥芬哥 他們也很支持動漫節 也有一個很大型的攤位 他們的會員 我也是其中一個會員 也有不同的攤位 有展示 所以其實今次動漫節 我覺得對於潮玩來說 我早幾年一直做同行的時候 其實就想有這個現象 終於出生了 終於出生了 終於慢慢出生了 好了 多謝一句 總之今個星期五六日一 記住 這個巨像 幾點開場 10點 10點 這隻會賣多少錢呢 有多少隻呢 這隻其實我 打算做五隻 但我現在暫時做了兩隻 那就是八千元 那就是一隻 最重要的是 我也是想展示一下 這個 Nou Jifu 看到是有親筆簽名 和年份 所以 都是那句 真是說 這個 過了一年多兩年 記住 星期五六日一 到這個彎姐會議展覽中心 大家支持 支持 一定找她簽名 拍照 我相信她不會拖手搶 我會說 一定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好 待會見 謝謝 辛苦了 好 小心 好